自古怕人不怕鬼 从来说鬼是说人 你可来了 上回咱们说到吴秀才 到牧羊红老爷家当私塾先生 这吴秀才是带着老婆孩子来的 就住在洪家的外院之内 这天洪老爷差人来请吴秀才过府饮宴 大老爷们喝酒 秀才媳妇不好掺和 可秀才儿子太小 黏着他不放非要跟去 吴秀才只好带着儿子一同赴宴 把这秀才娘子一个人留在了家中 这一去可不大要紧 竟引出了血淋淋一桩 害人的凶案 话说吴秀才 把媳妇独自留在家中 自己则带着儿子来在洪府之内 洪老爷可是等候多时了 一见人来是笑脸相迎 吴先生辛苦了 哎呀小公子也来了 真可爱 哦 哲哲哲无谋了 在下何德何能敢劳您相请呀 哎 先生过千了 有劳您教导全子 如今他的文章是大有长进 我这做父母的哪有不请之礼呀 哎 说起贵公子怎么不见他来呢 啊 您今天下课早 他说有人约 这会儿呢 不知道跑哪儿玩去了 回来我得训他 不用管他了 咱们吃咱们的 里边请 里边请 几个人进了屋来 分宾主莫座 吩咐下去 不一会儿 山中走寿云中宴 陆地牛羊海里仙 猴头燕窝鲨鱼翅 熊掌丹背 鹿尾尖 什么叫好酒 哪个叫好菜 是屡屡行行端了上来 酒宴间公愁交错 欢声笑语 不必多说 这一吃 可就到了二更十分 哥现在说呢 就是晚上的十点多钟 酒足饭饱 跟红老爷告了词 吴秀才抱着儿子往家走 这天天气不错 大月亮地 周围被罩得透亮 吴秀才喝得晕晕乎乎 晃晃悠悠来在家门口 眼看院里是黑灯瞎火 也没多想 伸手拍门 家里嘞 家里 手刚搭上门板 还没用力 那门竟自己开了 吴秀才放下儿子 推门往里走 我可要说你了哈 大半夜的门也不关好 黑灯瞎火的再扮着人 家里的 你睡了吗 我回 话到嘴边 吴秀才整个人僵住 怎么回事呢 原来那院中 躺着个人 吴秀才九醒的大半 把儿子挡在身后 一点点往前挪 家里的 你怎么 只见地上躺着的 正是他的媳妇 身上是满身的鞋 月光之下 暗虎一片 接下来 大人喊小孩哭 同家上下全都惊动 眼看出了人命 这边先安抚住 吴秀才那边 赶紧拆人报关吧 接着案子的 正是原媒 老原得报 带着牙医舞座 急忙忙赶来 一时间呢 灯球所把量的幽松 照到宏家外院 是量无何咒 之前虽然有月光 但毕竟亮度有限 看不真切 此时皆 活光一照 众人不由 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他死尸的脖子上 皮肉外翻 血喷了一地 晚饭喝的粥也流了出来 整个院子里是 兴气扑鼻 吴秀才 一见官府来人 可惜该当脚走 是紧爬几步 大人 您得为学生做主啊 老人点点头 本官乃一线父母 自会为你做主 吩咐人把吴秀才扶到一旁 派人私下查看 很快在院墙外 找到了作案凶器 乃是后厨的一把菜刀 接着呢 他和武作一同验尸 只见尸体还没完全僵硬 看来人死了没多久 身上衣冠凌乱 不用说 生前发生过撕扯 再看脖子 上有刀伤三处 是刀刀毙命 原眉断案经验丰富 跟武作一对眼神 点点头 转身问围观众人 你们家主事的是谁 洪老爷呢 急忙上天行礼 回大人 草民便是 我且问你 苦主一家 可有什么仇家吗 大人 这吴秀才本是淮安人士 去年来在我家 当了个教书先生 这夫妻俩好极了 跟人从来没红过脸 据小民所知 本地没什么仇家 现在这些人 都是你们家的吗 是 小民怕惊扰乡里 已经叫人严守怨门 如今在场的 学无闲杂人等 老原点点头 你再仔细认认 有没有没在这 洪老爷急忙一番查点 大人 一个不短 都在 哦 给他们一人发个火把 再照亮点 好好 好好 不一会儿 仲家丁手吃火把 是齐齐站好 老爷您看 够亮了吗 嗯 够亮了 老原点点头 指着其中一个 给我拿下 仲差已得令 一拥而上 把那人按倒在地 洪家人没明白怎么回事 大人 您这是 洪老爷 这人 可是你家的 哦 是是是 这是小民家的管事 叫洪安 嗯 你来看 这死者 警部 刀伤三处 都是左边重而深 右边 轻而浅 现场 并无顿逃痕迹 必是家贼 所为 而这家贼 必定是个左撇子 是才分发火把 唯独这洪安是 左手拿着 他的嫌疑最大 来呀 将死人押回衙门 本官要连夜升堂 留下人看守案发现场 袁大人一行 转回县衙 三痛苦想快撞造 三班牙 以分两旁速裂 袁大人转屏风入座 是面尘似锤 来呀 带嫌犯 红安 红安上的堂来 是连连喊冤 袁大人闷哼一声 哼 抄手问世 亮而不招 来呀 打 牙医得令 抄起板子 不要钱似的 往红安屁股上招 几板子下 板子开始 闹闹直叫 嗓子都看出牙了 再审再问 终于招供 指认是被 红家少爷指使 想趁吴秀才过福饮宴之际 对师母 意图不轨 谁知那秀才媳妇 性如烈火 誓死不从 情急之下 恐怕事情败落 这才挥刀 将其杀死 有口供在此 袁大人派人再去 红家拿人 戴德堂来一番审讯 红少爷竟也连连喊冤 直指红安 血口喷人 声称自己 致下眼里 曾经因为一些小事 打过红安 他仗着自己 是府内的老人 不由怀恨在心 因此才会 栽葬嫁祸 这下案子疑点重重 陷入了僵局 老袁派人查访 红少爷案发当晚 跟几个好朋友出门闲游 的确拥有不在场的证据 但这洗脱不了 幕后主使的嫌疑 袁大人行事谨慎 收敛尸体将二人暂时收监 准备细细查问 可还没来得及查明案情 一纸调令 竟将他改任江里 这红家的月夜杀人事件 也就成了悬案 老袁到任后 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件案子 听说他的继任者 魏廷慧 受凶手是左撇子的影响 竟直接判红安为杀人凶手 定案上报 好在时任江苏案查室 公法不糊涂 认为定案证据不足 疑罪从无 要求发回重审 将红安和红少爷释放回家 另行追查真凶 可这一查 就是十二年之久 乾隆二十一年 也就是一七五六年 袁梅的堂弟 袁凤怡从沐阳来探望他 闲聊间 说起当年那桩悬案 凤怡告诉他 案子已经破了 原来当地有个姓红的武生员 去年病死 还没来得及下葬 竟托梦给他的妻子说 我某年某月 奸杀了吴先生的妻子 漏网十多年 现在冤魂向上天告发了我 明天中午将会有雷来劈我的棺材 快帮我换一口别的棺材 躲一下 他妻子从梦中惊醒 正跟家人商量换棺材的事 谁知那棺材却突然失火 连木头带失火一起化为了灰烯 可奇怪的是 草棚内其他的木质器具都完好无损 听到多年悬案了结 袁美终于卸下了一桩心事 他在书中感叹道 我愧为县令 不仅连一个妇人的冤枉都不能昭雪 还给无辜的人用刑 这官做得太失败了 可话说回来 上天的报应为什么非要等十年呢 报应好不容易来了 又不抱在凶手活着的时候 而是抱在一堆无知无觉的遗骸上面 这是什么道理呢 像这种恶徒 就算做鬼也不是好东西 凭什么他能托梦给家人 而且只是为了保护一具无用的躯壳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正所谓 报应本无威慑力 成恶哪能靠天地 有罪当罚 直须罚 实来正义 是狗屁 好了 这就是子步语 沐阳洪氏玉的故事 我是猫猪 更多智慧奇闻 咱们下期 接着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